做出來的結果,反正就是你輸入這個資料 按一下它,它就會顯示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今天輸入一個61,應該是直數也會改 然後如果你今天60,61看就知道它是不是直數 OK,那所以一樣啦,反正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就是63應該也不是直數 那完成之後的話,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下一個星期的話請各位 做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推薦景點 其實這個蠻簡單的 裡面的結構大概就是,底下就是一個Google地圖 然後上面的話呢,當然你可以用按鈕 或者是說你上面可以用所謂的下拉清單 還記得吧,我們之前不是12生肖 不是有下拉清單嗎 那你可以做,因為其實目前只有兩個景點 一個原汁大學,一個內力火車站 所以我點擊原汁大學 才就到原汁大學 原汁大學在哪裡 不對 它飄,飄著 這個應該,這是內力火車站 按一下 有啦,有過來了 OK 為什麼剛剛跑錯位置了 把它迷路了嗎 OK 那你會發現,這地方的話就會顯示 我們目前的位置 OK,它自己熱戀起來蠻簡單的 如何把Google地圖上面的景點 幫我把它顯示出來 大概就這樣而已 你可以多幾個按鈕 或者說上面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下拉清單 選在哪一個,跳到哪一個 最好是齁 我這邊下面是沒有說明 不然你們下面其實可以再增加一個標籤 然後把某個景點的相關說明放在下面 這樣的話其實還蠻清楚的 以後的話,比如說你們 將來要出去哪邊玩的話 你可以先規劃好之後 把相關景點列示出來 然後讓人家直接去看 那如果你是導遊的話 人家會覺得 這還蠻清楚的 一邊走還可以一邊看 每個地方就會蠻清楚的 不然的話有時候去到哪裡 走馬看花回來都不知道 好像去過但是完全不熟悉 那其實就有點 不是很OK啦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可以做一個導覽的作用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一樣 我們先新增一個專案 專案名稱的話 也許我取名稱叫MAP01好了 那這個MAP01裡面大概放幾個東西 首先的話 因為我需要把這兩個按鈕變成水平的 所以我會先利用 在介面配置裡面 先拖拉一個所謂的水平配置 有沒有 這邊一個水平配置 然後再把這個兩個按鈕呢 放在這個水平配置裡面 所以它這個時候才可以放兩個 不然的話 如果你沒有加一個水平配置 它是無法讓你變成水平的 變成上下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水平配置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呢 把按鈕放進來兩個 然後並且改上面名稱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這個請各位自己改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讓它顯示地圖 所以地圖的話呢 請各位在哪邊找到 這個應該在底下這邊有所謂 那個地圖的地方 那地圖點擊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地圖 請你把地圖拖拉到這個上面來 然後並且讓它整個填滿 那怎麼填滿 不過你會順便發現 地圖裡面其實有這麼多東西 有沒有 其他功能喔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網路上找一下 因為APP Inventer的教學 現在其實網路上非常多 幾乎都有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多方會了解 甚至裡面還有導航耶 哇 那現在可以手機裡面呢 以後如果你固定都去幾個景點 你就設定幾個導航功能 每天的話按下去 自動就知道怎麼回家了 有沒有 如果有些人不知道怎麼回家 有沒有 那你就弄個APP給他 然後跟他講說 你就按下這個地方有回家 按下去 就可以跟你講怎麼回到家 這樣就比較不會說走不回去了 OK 是不是可以結合什麼 失智老人之類的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所以特別注意喔 把地圖拖拉過來 那地圖裡面的話 我是把它改成填滿 這邊也是填滿 未來其實你們還可以在底下加一個標籤 比如說景點的說明 那目前我是沒加啦 如果將來這個地方我想 下個禮拜請各位修改一下 把這個地圖部分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 也許這個地方不要按鈕 下拉清單 那底下也許再加標籤吧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介面完成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 程式的撰寫 程式該如何撰寫 這個程式呢 還蠻單純的 各位可以看到 首先的話 第一個呢 我們是當這個畫面 初始化的時候 移動到哪裏 也許移動到那個桃園市政府吧 然後另外的話呢 當我按一下它的時候呢 我就是讓地圖 直行到哪裡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會有個金度跟尾度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那個地點的金尾度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們可以找到那個Google地圖 有沒有 應該知道怎麼用吧 比如說我想知道那個 哪個經典 比如說 我想知道 我們原生大學的位置 它的金尾度是多少 有沒有同學用過 按右鍵有沒有 這邊有出現什麼 這是哪裡 有沒有發現 這是哪裡 OK 那它會跳出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按一下右鍵 這是哪裡的話 它會出現你的位置的相對地址之外 底下會有個金度跟尾度 有沒有 前面是金度後面是尾度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先把這個座標的位置 先把它怎麼樣 先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分別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程式裡面 所以這個剛剛前面的位置 就是這個 大概尾度是24.970109 反正它小數點第六位 然後呢 金度的部分的話是這個 121一串的 所以這個位置呢 當然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至於說呢 我怎麼讓它導向這裡 另外還有縮放的部分 縮放的部分的話 我預設是17 那你想說老師 如果太靠近的話 你可以再小一點 比如說16 16就是在 就是在讓它那個 有沒有 那個畫面就是在縮小一點 縮小 那如果放大的話呢 那就是數字越大 OK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調整的 好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那你說這個地圖 這個呼叫怎麼叫出來 其實很簡單 點這邊 地圖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有個呼叫 所以往下捲動 呼叫的地方的話 其實是這一個 大概捲軸大概一半左右 就是這一個 呼叫地圖1 把它導向哪裡 導向金度跟尾度它的縮放 這三個資料 那拖拉之後的話呢 你就給它什麼 給它相對的 緯度跟金度呢 然後並且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當按鈕1被按下的時候 那這樣子按下它 這個好像我記得 就原字大學了 這個就是內地火車站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 後面的話請各位 就自行再把它稍微做個變化吧 也許上面 看如果你的景點 你的推薦景點越多的話 也許我建議是把這上面改成 類似之前那個 12生肖的那個 下拉清單 然後呢 當然 當然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 推薦什麼 那你就多幾個按鈕 其實也可以啦 不過其實也不要做得太寒酸了 上面 那就顯得你太窄了 等於完全都不出門的 反正老師我知道的地方太多了 你就把它列出來了 然後最後這邊顯示出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不是今天的作業 因為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 下個禮拜的話 請各位就是自行完成這個作業 就是 推薦景點APP OK 那我會開一個作業區 那你們把它上傳 那就完成這個作業練習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 那其實將來 那個 Google地圖 這個部分應用 我覺得還蠻好用 甚至我希望 將來如果你們做那個 相關文學作家 文學家的那個APP的話 你可以把Google地圖的概念 導進來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在了解作家的時候 真的如果不知道他的地理位置 相關的關聯性的話 其實有時候感覺真的蠻抽象的 到底那個南方有多南方 比如說 蘇中坡被貶折到哪個地方 我怎麼知道那個距離到 到底離那個 洛陽到底有多遙遠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有個地圖的話 相對的會 感覺會比較具體一點點 也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三個練習完成 然後也許 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個 我們下個星期的 那個推薦景點的APP 那推薦景點當然 盡量 越多 越詳細越好 OK 那裡面的話 也許你就可以先把 你推薦景點的 經緯度先找到 然後再開始做後面的動作 其實我是覺得 如果推薦景點 甚至你做完之後 甚至真的也可以 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所以這我做的APP 有沒有 那底下還可以做標籤 敘述一下 你去到那邊的心得 那其實感覺起來 我覺得 就可以整合 你的那個旅遊 旅遊的相關心得 感覺其實也蠻棒的 像你們很多學長姐 畢業之後也從事旅遊業 好像叫那個旅行社 熊獅好像有蠻多人去的 然後當然 如果你到旅遊業的話 大家第一個會問你說 那你有沒有什麼相關的東西 可以秀一下 或者你可以把你 像類似這個APP 可以當成是一個 你的那個作品 可以秀給他們看 我覺得這當然就也是一個 讓他們眼睛一亮的東西 OK 試試看 好